时间拉回到今天稍早的时候 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11点多抵达台湾 他先用简单的台语跟大家问号 接着直奔饭店举行二次王章会 但是呢不论是机场还是饭店 都有抗议团体的呛吓 甚至是爆发了好几波的推挤冲突 太阳化学运领袖林飞凡和陈维廷 各是带着群众企图要闯入警方的封锁线 还有人受伤挂财 台湾乡庭 大家好 我的话可能讲的不太标准 但是心意是真正的 一抵达台湾 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先秀台语 跟大家亲切打招呼 满点笑容心情看起来不错 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一大早在机场守候 亲自接机 台联党和抗议团体早就在机场准备好 高举步调大阵仗迎接 但随即和黑衣人爆发严重推挤冲突 气氛相当火爆 这边抗议另外头是数十位 陆籍配偶拿着花束手摇旗帜 热烈欢迎张志军来台 现场有人拿着太阳花 不过担心被误会与学运有关 急忙将太阳花丢掉 但抗议的场面还没有结束 当张志军从机场离开 要到附近饭店与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会务时 太阳花悬运代表林飞帆和陈维婷已经带头喊冲 企图闯入警方封锁线 双方人马又是一阵推挤 而且时间长达20分钟 在没有两岸协议进入条例的法律的授权底下 你们这一次的会面 其实实际上是违法的 反对王张卉 抗议民众情绪高涨 林飞帆在推挤中 眼镜还被挤掉 有人还因此挂彩 紧急送医 首次踏上台湾土地 抗议声浪不断 这个震撼教育 想必让张志军印象深刻 联合报系陈嘉宁 中文报道